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GTK1.8的新特性 那我在这之前呢 已经把GTK1.8给装上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Eclipse呢 它是不支持1.8的 所以我就在AddyPlus对它进行了一个配置 在这里面对它进行一个配置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GTK1.8 我安装到哪里了 在这里面我安装了一个GTK1.8 明白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通过这个Ctrl加1和Ctrl2 加2就可以对它进行编译和运行 然后走的GTK呢 就是走的1.8的 那么1.8都有什么新特性呢 来看 接口中可以定义有方法体的方法 如果是非静态的 必须用default修设 如果是静态的就不用了 好 来看一下 inter interface inter 其实这也挺崩溃的是吧 完全颠覆了我们1.7的之前 1.7版本 以及之前的这个接口的定义 Public D-E-F-A-U-L-T 然后呢 来一个void print print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一个system.out.println 好 打印一个hello world hello vello hello world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实现类class 比如说叫demo demo i-m-p-l-e-m-e-n-t-s 实现了inter 实现inter之后呢 我们没有去重写它里面prunt的方法 直接想调用 来创建一个demo demo d 就等于了用一个demo 来一个d.rprunt的方法 来看啊 编译 运行 怎么样 是不是输出阿弱的没问题啊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啊 接口中不但可以定义有方法体的非静态方法 还可以定义静态的方法 meth od 然后呢system system.out.printl 然后这里面我们来一个static method 然后调用它怎么调用呢 不是类名点啊 是接口名点 inter. method 来编译 运行 看看static method 之行了吧 好 那么在这里面啊 这就是接口中可以定义的是 一般方法 就是非静态的一般方法 那么这一般方法必须用default修饰才可以 来看 把它去掉 编译 是不是就报错了 报错了吧 找不到符号 那么抽象方法不能带有主体 那么你不加default 它认为你是个抽象的 你加了default 它就不认为了 ault default 那么还有一个支点要说一下 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局部内部类的事 局部内部类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public void run方法 在run方法里面 我们定义这么一个类class 那它是什么 是不是局部内部类 好 classinner 那么classinner呢 这里面又定义了一个方法 public void的这个 什么方法呢 print messor run都有了 是吧 我们再来一个 function fun 然后来一个system system.out.print line 这里面就输出的是fun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然后呢 我们想让它去运行起来 那想让它运行起来的话 我们首先得怎么样 就是让那个fun执行 in n 是不得创建对象 让i就等于了 new一个in n 让i点的一个fun 好 那如何让它去运行起来 我们是不是创建demo对象 好 创建demo对象 我把这呢 注视一下 注视一下 来 咱们下面来一个demod 就等于了new一个demo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d点 这什么方法 run方法 对不对 d点run方法 来 编译 运行 来 来看 这个fun是不是输出了 好 那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原来 做一个这么一个事 就是在里面加了一个 语物变量 inter number 等于10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输出这个number 输出number 来再编译 编译 运行 你发现这个10 是不是正常输出了 在1.7版本 你这么做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1.7版本 你必须前面要加final 这叫局部内部类 使用方法中的局部变量时 必须用final修饰 对不对 记得不了 局部内部类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中的局部变量时 必须用final修饰 但是现在我没有加final 它是可以的 那现在我把它加上final final 然后再来看 编译 运行 也是可以的 没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我把这个final去掉 我就想验证一下 它到底 有没有默认跟我们加上 那怎么去验证 在这个位置来个什么 number就等于了20 然后来编译 大家看是不是出错了 它说什么 从内部类引用本地变量 必须是最终变量 或实际上的最终变量 那么也就是说 你不加这个final 系统也会怎么样 默认给你加上 不让你去修改 明白吧 不让你去修改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变量 就必须用final修饰 但是在1.8版本 它是可以省略的 JDK JDK 1.8 JDK8吧 JDK8 前面的final可以省略 前面的final final 可以省略 好了 这就是JDK8的 这么几个小特点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个局部内部类 使用它方法中的局部变量 必须要加final修饰呢 在这里面我有写 你自己回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好 这个值点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对呀